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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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看来就是件平凡的破庙啊 哪来的什么白发女鬼 该不会被那小孩哭吧 真的有鬼啊 你在屋外窥私多时 有何巨星 窥私多时 没有啊 我可是正大光明走进来的 对 确实不是你 看你这样貌武功 你就是白鹿霜吧 你一定托我来找你 现在擎天寨可是岌岌可危啊 还倒是谁 原来是青城派的三流弟子重 不会是明洞江湖的双发罗刹 要避过你的耳目真不简单 他就是说把罗刹 与贵派无关 白鹿霜 你销声秘迹数年 我派只得你以金盆洗手 如今却又现身江湖 白鹿霜 过去杀人如煎草 更罔顾实非道义 多少无辜连了身死于你手 光凭这点 你是最大恶气 人人得而诛之 我等听闻你重出江湖 立即出发追查你的行踪 只盼尽早替天行道 以免更多无辜遭你所害 你们要打架是吗 那我先到旁边等着 想必是白鹿霜的小弟 一起拿下 你才小弟 很惨 我 我的 我 你说 我 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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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借我这枚虎服 应该算数吧 王哲现在身在何处 剩下的事 我自己去问他 他在窝龙村马从一家里养伤呢 你快跟我去见他吧 他说要找到李燕仙收复擎天寨 劝你不可呢 晚点再说 屋子后头有人 又有人哪 没事没事 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逃到卧龙村 看来和王哲的虎服正是一对啊 那你到此地来 为的又是何事 李家主料到 白女侠必定会一路追踪他留下的记号 找到这间破庙来 但这里已是记号的尽头 无法再替白女侠引路 好 既是如此 那就害时在午后辞见吧 找都不用找 线索自己送上门来 天底下真有这么好的事 没有 他随口说说 你就信了 我一路上追踪的记号 是李燕先所留 不会错的 他却但那乞丐所言 却不一定是实话 他的谈吐举止 也不像是一般乞丐 他都带着李寨主的虎服了 你还不信啊 那我带着王哲的虎服 你怎么就相信了 我曾几何时相信你了 好讨厌的女人 这破庙里外 要好好搜索一遍 我们分开查看 你好了 就跟我说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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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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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破庙彻底搜索了一遍 得到东方水路 会面三条线索 东方水路 东方水路 马兄 这附近可有渡口或港部 卧龙村北方有锦和经 东南方有风云渡 哎呀 若从那破庙的位置看来 风云渡就在正东方啊 那么翼兄指的 八成就是这风云渡了 至于会面的线索 难道翼兄是到风云渡 曾替翼兄办事 到底有何居心 有何居心 直接去问他便是 双发炉 不对 白女侠 若这是歹人设下的圈套 那无异于自投裸网啊 既然那乞丐和李债主的下落 有些关系 怎能轻易放过 再说 债主虎符在他手上 难道不需取回 一姐所言 确实也有道理 兄弟 若你不介意 能否与我一姐同行 在这风雨飘摇之际 我也只能再次拜托你了 您只可能是个圈套 还是要赴约啊 你们赴约之时 我也会趁夜潜入风云渡 或许 能再找到其他线索 一地内伤风雨 行事要格外谨慎 会的 你们也小心些 死不了的 碍事在武侯辞会合 兄弟 这武侯辞夜会 只怕是凶多吉少 你可要有些准备 我一姐虽然武功高强 阅历广博 也难保当下能面面俱到 话说回来 王兄的一姐 竟然是双发罗刹 她出现在门口时 着实吓了我一跳 是的 我理应早些向你们交代清楚她的来历 这点实在对不住各位 双发罗刹这么有名吗 怎么感觉大家都很熟 你居然不知道双发罗刹 她可是恶名昭诸的女魔头啊 王兄抱歉 我失礼了 不 按一姐过去行径 得此评价并不为过 但她自从决定跟随一兄 以洗心革面多年 救助无数百姓 免于浪漫祸害 也是擎天寨的重要制作 是啊 一姐虽然行事作风极端了点 却也是个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 这话怎么说 没什么 只能说一兄的气度胸怀 着实令人臣服 对了 兄弟 先前托给你保管的虎符 还在身上吗 这虎符对晴天寨而言 至关重要 多谢你了 兄弟 何姑娘 武侯辞制约 就再次拜托了 万事小心哪 王哲兄弟有难 岂能袖手旁观 你 警察 所以 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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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